内地问题疫苗风暴扩大。千万家长心急愚焚。有小孩接种问题疫苗后发烧。咳嗽。有的更一度瘫痪。有家长狠批政府诚信破产。组织家长争取权益。却反租当局扣留。集体上访权利益被禁止。连网上发声也随时被封杀。有维权家长无畏无据,能够勇敢的站出来。就是第一步的胜利。 重庆问题疫苗受害者维权组织发起人之一启正。原本计划作前往当地卫生局维权。但作早九时警察等四人登门。将他大网派出所,直至下午一时许材获当局释放。前后扣押了四小时。至于另一名发起人截至作下午四时许仍然失联。 启正无法和他联络。尸体放笨而管未能安葬。启正作表示,当局要求他们将矛头对准问题疫苗企业,而不是把矛头对着政府。此外,当局也不准他们数十人一起到政府机关和当局理论。 他认为,政府此举是要控制舆论。估计一旦舆论扩大,他自己或会受到当局控制。 重申政府监管失责罪不可量。我们作为父母的,不可以吸孩子带来荣华富贵。 敢依肉食。但是我们不可能不为他们,争取他们基本生存的。健康的权利。 启正指他的三岁孩子而打了问题疫苗。 上月反复发烧半个月。后来又有咳嗽。他表示,问题疫苗被揭发后。 当局仅发出统一公告。要求受影响而同重新接种。 不提以前问题疫苗的危害。家长们担心孩子的健康发育受影响。 要求当局交代。他表示,不会接受重新接种疫苗的安排。 因为政府的诚信已经破产。担心黑心疫苗的问题被当局公布的环要带。 家长的意思就是你在房间里面找到一只蟑螂。 那不可能只有一只蟑螂的问题。 那么问题疫苗也不可能只有一批次有问题吧。 更令人担心的是,长生生物其他疫苗也被质疑有问题。 甚至被怀疑与儿童受害或死亡有关。 胡北欣诗史巴东苑邓女士作表示,自己一岁的孩子。 去年12月23日接种长生生物水斗疫苗后。 翌日开始发烧,26日下午死亡。 怀疑孩子死亡和疫苗有关。 当地疾控中心通知长生生物。 但对方紧说疫苗合格。 半年来仍未及家属一个明确的说法。 孩子尸体目前仍然留在殡仪馆。 未能入土为安。 另据有线新闻报道, 广东梅州两岁的张子棍。 今年3月30日接种长生生物流感疫苗。 三天后又眼眼球开始向内斜。 全身肌肉无力。 父亲张家兵称儿子病情已蔓延到脑部。 批评当地疾控中心报告造假。 坚持儿子的病由疫苗引致。 网民到美史馆微博素抚。 此外, 河南一名女同前年接种武汉生物问题白白破疫苗后发高消。 全身一度瘫痪。 她的母亲何方美向本港新闻台表示。 女儿已经诊断后确定患病毒性急性脊水炎。 手脚不能动。 进食亦有困难。 手部经诊治后能活动。 但形不能握物件。 报道并指。 部分受疫苗影响家长已在网上组织起来。 当中有人计划短期内到北京。 为小孩有更好治疗之余。 亦希望向国家增赔偿和土公道。 由于当局封杀网络资讯。 有网民索性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留言诉苦。 暗戚中方替孩子接种黑心疫苗是侵犯人权。 吸引近200网民跟帖评论。